本期话题,乌克兰深入俄本土,俄罗斯28个定居点失守,约2000人被乌军控制,国境必须立即将乌军赶走,俄罗斯腹地的后备部队已经全部出动,要将乌军驱逐出俄本土。 8月11号,俄罗斯军事博主称,乌军在交通要冲苏甲附近的两个方向取得了进展,还在苏甲以南的别利查区推进,占领了三个村庄,美媒声称参战乌军在1万或1.2万人以上。 乌军占领区或者说交战区达到了3000平方公里到6000多平方公里,这大致相当于俄军今春以来控制的乌克兰领土面积。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12号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表示,在库尔斯克前线的局势都在乌军的控制中,除此之外,乌军在哈尔科夫、波克罗夫斯克等地区与俄军继续交战,击退俄军多次进攻。 当日,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向俄总统普京汇报称,库尔斯克州共计有28个定居点和约2000人被乌军控制。 普京则表示,尽管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州发起挑衅行动,俄罗斯军队仍在前线有序推进。 最新消息显示,俄罗斯腹地的后备部队已经全部出动,目前被派往库尔斯克州作战的是一五兵,尽管这在国内处于防御战的紧迫形势下,或许不可避免,但这些新兵毫无作战经验,战斗力高低有待商榷。 目前在库尔斯克州没有明确的前线,所以很难确定敌人的具体位置。 该州已挖出40公里长的反坦克战壕,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后向多个方向巩固其战果,俄军确实需要更多的兵力参与作战,对库尔斯克战场进行地毯式的扫荡,才能将乌军全部驱逐。 俄军又不想放弃乌东地区已有的优势,就只能从后方调兵。 俄军后备部队出动,意味着俄军已经不再处于乌军刚突入库尔斯克州时的混乱状态,开始调集兵力,对乌军进行围剿,增援库尔斯克的俄军不是在路上,就是已经抵达。 据悉,持缘的至少有9个新组舰的旅,或其他助力部队,来自多个地区的海军陆战队,空降兵,坦克和步兵,俄罗斯空军也对乌军实施了猛烈打击。 俄军后备部队是俄军在乌东地区的后续进攻力量,此时全部出动说明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进攻规模大,且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战果。 俄罗斯不得不高度重视这件事,甚至有可能要从乌东前线大量调兵前往库尔斯克参与防守。 普京也强调当下最紧迫最重要的,是必须立即将乌军赶出俄罗斯领土。 在俄后备部队参战的情况下,俄军应该不用太多时间就能将拖入俄本土的乌军驱赶出俄乌边境。 乌军兵力本就匮乏,俄后备部队到达库尔斯克后,俄军将在人员数量上占据更多优势。 那时俄军将可以从多个方向向乌军发起进攻,让乌克兰部队顾此失彼,一步步被俄军击。 乌克兰希望借此次行动表明,其不仅会持续对俄罗斯本土进行远程袭击,甚至还有攻入俄罗斯本土的巨大潜力,以此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。 目前来看,乌军并没有必须要攻克的目标,只是一直在向前推进在面对有明确目标的俄军时,就容易被牵着鼻子走,最终被赶出俄罗斯领土。 俄军要保卫的是自己的领土,而且背靠本土属于一役代劳,乌军突入库尔斯克的部队,经过长时间的作战,难免会疲劳。 而俄军的后备部队才刚刚进入战场,有充沛的精力来与乌军作战。 俄军占据优势,在乌东前线的俄军都能将乌军打得步步后退。 那此时,占据优势的俄军自然更容易将乌军打败。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斯比德联科表示,乌方在库尔斯克州正积极使用北约国家提供的重型装备和武器。 乌军此时打破了不在俄本土使用北约国家原物武器这一限制。 不过尽管乌军使用了北约原物的武器,但是这些武器都不是最先进的。 而俄军即使是后备部队,仍配备有先进的装备,这提高了俄军对战乌军的胜率。 综合而言,俄军预备队全部出动,说明乌军在库尔斯克已经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,且推进深度也在一直增加。 俄军又不想放弃东线战场已有的优势,就选择了将后备部队投入战场。 俄军在后备部队抵达库尔斯克战场后,人数上的优势将得到加强。 这些部队刚进入战场,还是保护本国领土,有明确的战略目标,士气高涨,在装备上也有优势。 但是,乌军那时在库尔斯克还并没有站稳脚跟,防御攻势也并不完善,所以可能用不了多久,就能将乌军全部驱赶出俄本土。 但正所谓飘风不中招,咒语不中日,俄乌战争总有要结束的那一天,现在乌军对库尔斯克的进攻,一个重要的目的,就是为以后的和谈,攫取筹码。 但是乌克兰如果真想和谈,早日撤出库尔斯克表现出和谈的诚意,坚持平等沟通也许是更好的选择。